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知一两年 是在废长退休之后 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 也都在这一两年里面 我见到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当然了 这个改变究竟 是不是真的会继续闪下去 或者多好多差 大家可以听一下我说完之后 一起留下言说一下 今晚8点将会上第一部分 总共有三部分 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时候 要做这件事 其实有一位巴友 啟发了我 他是Jonah Jonger 我想很多朋友 如果有看留言 都会看到Jonah 是一个经常在这里留言的朋友 他亦都很多时候 讲到很详细 仔细 究竟他怎样想 所以我自己觉得 他对于球队也有很多看法 尤其是 在现在这一刻 我们的球队 在一个低潮的时候 究竟Jonah 他有什么想法 令到 啟发了我觉得 真的要看看 退后一步 看看究竟 现在管理层 是做了什么 而又做的事情 会不会有效果呢 他在一个 DM那里 做了一篇千次文 我绝对觉得 这篇文章 是值得 和大家分享 我老过他 不如你自己声音演绎吧 他说这段时间没有空 所以 由小弟 大巴 帮Jonah声音演绎 他这篇千次文 好 大巴你好 现在 背波 跌到这个低点 内外交困 问题多多 论实力 已经是一对 八折不扣的 中游球队 你觉得 球队将来的 发展会是如何呢 我见到很多巴友的愤怒 悲哀 包括我在内 都很负面 所以见到福仔 这件事 零射生的 但是慢慢想深一点 又会不会是球队正直 完全转型的机会呢 坦白说 以前我不熟难sir 但经过这段日子的观察 球队确实是进步了 不过很多问题 不能够即时解决 好似球员的体能 心态 战术习惯等等 加上运气 的确有点差 季初有五六个前锋 到现在可以依赖的 竟然一个都没有 如果施朗不是第二次中招 情况可能会稍微好些 前四或许还未曾绝望 但是现在 都没有什么 如果可以说了 有时我会想 蓝利克是否有心放弃今季 令球员现赛型 方便他要作出重大清洗呢 尾到归尾 但是现在要清走的任何一位球员 除了迪基和班奴 新组三个 相信都没什么阻力 展望将来 今季成绩差不多已成定局 球队即将面临大手术 虽然仍然有很多变数 但问题大致都可以推敲得到 如果球会决心改革 摆脱以前的家长制 走向现代化管理 基础已经打好 因为曼联品牌 世界球迷的数目 传媒关注度 商业效益 硬件措施等等 亦不熟全球顶级 可能没有 欧洲赛的情况之下 找顶级教练是难 大都傅傅清走高升低能 无火的球员更加难 白费驱轻的时候 要挑选和引进 这么多位置的球员 还要有实力 有斗心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事在人为 又未必不能够达成 为这样大规模的改革 最需要也是我们最缺乏的 就是时间和耐性 众所周知 曼联的球迷 数目庞大 内中高手临立 包括一众名宿 要求极高 红巴英超多年 树敌无数 亦是全门炒作的首席对象 故成绩尤其重要 能否捱到黎明楚江 他就说要看这几个因素 第一 申令队 之前我一直都觉得 安策乐提或雲尼亚利 是从健球队的好选择 而现在推翻在日的我 因为这类型的教练 是有地位有实跡 懂战术用人 九经江湖见惯世面 PR 即是公关 亦甚为了得 但是 人太好 太圆滑 没有了这种彻底改革的霸气和激情 至于普洁天路和坦克 很大程度要看蓝sir和球会的支持 去到多少 第二 球迷 名宿有没有彻底的觉悟 明明白到球队现代化的重要性 如果还不停沉沦在昔日的成功之中 要求一步登天 这种不切实际的幻象 可能对改革造成很大的阻力 最好能够取得 废sir这种大人物的引渡支持 就可以安抚到很多深级的声音 第三 新阵容 新战术要求 如果手术初步成功 原有班底将会锁剩无几 短时间没可能抽齐一队班八级的阵容 到时可能是Ellinger 阿汉 聪仔 甚至乎左王马右巴赛等年轻球员上位的机会 到时一定要彻底改变球队现在的精神面貌 第四 控制好球员的合约和转会策略 薪酬不能无上限地增长 可以签长约 但要多加一些附加条款 人工要和表现挂勾 令他们保持一份饥饿感 还有一点是球迷要小心留意的 就是球队表现有起色 踢得好和赢球可以开心庆祝 但不要太过得意忘形 我检讨过自己的行为和心态 前两年天地双龙 福仔 马仔 青木 是伏黑板的七小夫概念 完全大错突错 将年轻人和新球员代入过去的角色之中 重叠了班奴和简东拿 妄想立即重现当年的盛世 以后要给多些耐性 认清方向一步一脚印 现在的曼城和利记 完成度已经极高 再向上的空间不多 今季我们一塌糊涂 也就是曼联前面有无限的可能 也要方向正确 不要急攻近利 断结有耐性 一两年之后 表妹和宿敌差不多要伸臣代謝 伸銳的曼联气势上 未必能够蓋过上述 两队 但是重新挑战 不是梦 说真的 虽然我看了几十年波 但不是数据派 对足球和战术认识也不深 只能以常理推测 说些粗淺的东西 我相信近年 那些胜利球迷已经走了 很多人都和我们一样 支持球队已经超越了爱好 成为一种信仰 所以 我们更加要坚持下去 希望你将来到节目 都鼓励一下巴友 尤其是比较激进的 不要太过转牛角尖 影响到生活 足球正如人生 又起又落 咬过了 很快又回来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不要放弃 曼联加油 復兴可期 我觉得Jona写得相当精彩 希望大家都可以留言 如果喜欢的 真的给个like 甚至留言 鼓励一下Jona 或者你们有一些相同 不同的看法也好 都留言 大家一起讲一下 另外 我所说 我做的系列 和Jona的系列 切入的角度 是有少少不同的 我呢 就切入了这个格拉沙家族 究竟 我估计他们是想怎样做的 因为说真的 我们球迷 无论怎样都好 在现在来说 曼联这个改革的其中一个契机 或者一个 sorry 重要的元素 始终都是格拉沙的 好了 那说完那么多 那么 叫做什么呢 那么 那么 远一点的东西 比较 就说回近一点 因为几个留言 我都想跟大家分享 包括第一个就是说 James Gardner 那很多谢 Mankit留言 说给我们听 Gardner 其实现在在英冠打成 因为Mankit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有新的朋友 他就很熟英冠 所以很多时候 无论是介绍一些英冠 有机会帮到我们的球员 或者我们一些球员 借了英冠 Mankit都很帮忙 讲很多详细的资讯 那么Mankit就这么说 他说 其实经过了一年半的锻炼 James Gardner 他的表现已经慢慢比较稳定 现在他的踢法 有别于出到初期 人称他的踢法 像卡维卡 这样 其实他的踢法 和修咸顿的和特普斯 即是沃普普斯 的全能中场 既有一定的防守 和拦截能力 而且在攻击方面 能够作出key pass 另外 他是英冠的角球 佛球能手 好 如果曼联明年没有勾联的话 我认为 一定要重召他 起码作为一个 替保的轮换 认为他可以踢六号 和八号位 和辉特 差一个位 另外 我也经常鼓励大家 用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看法 去看同一件事 这位朋友Johnny 他在福仔的角度 sorry 他在福仔 和斯朗娜 有一个看法 我起码在节目 没什么提过 但我觉得值得 和大家一起分享 Johnny要这么说 大巴 我想你听听我的看法 搞到今天的田地 自从引入 要从 引入 斯朗娜道 开始讲起 起初真的很棒 斯朗娜道差不多 常常有球 但是间接影响到 Greenwood 马斯 和福仔 因为要遷就 斯朗 不单止 入球减少了 还要 传球给斯朗 久不久 就被对手看通了 之后 sorry 经过了不久 就被对手看通了 还记得 Greenwood 越来越独食 因为要争取表现 不甘心做斯朗的助手 sorry 福仔更惨 因应战术需要 上上放弃不适合他的位置 还有 他们交失球 就要看斯朗 和Buno的面色 斯朗已经37 怎可能场场正选 换他出来又不喜欢 加上兰sir的战术又逼抢 怎会不脚软 买满一写一定不准 因为脚软 Buno长长也有同样的情况 再说回后防 所以 不是后卫 常见他上前 就回不了 糟了 云比萨卡更差 没脚法 全中一脚 不行 两位中坚 一个慢 一个斯文 中场 麦菲 两个控球能力差 教练排阵 星期尾点 尾点 球员很难适应 他们不是游戏机里面的球员 体能体力有限 其实之前卡叔排442 最可 曼联最适合打防法 3512一定死得 如果我是福仔 在这里打 越来越没人 老实说 如果福仔去曼城 入球停不了 看看大家对于 刚才Jonah Manky 和Johnny的看法 有什么comment 这里 我们曼迷了人 最重要 尤其是互动台 希望大家多些互动 讲下大家不同的看法 大家互相参长 互相鼓励 在曼联 我们球队 这个低潮的时候 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扶持 直到我们见到 楚光 甚至乎 是强势反弹的一天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收看 拜拜